众生的一切不幸都起源于不懂得如何在自己的屋子内安和度日 我们以前讲过了,我们众生无量节来 我们拥有一颗不安的心灵 不安的心灵 东奔西跑 像什么呢?孙悟空 打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 这个心就是始终不肯安住在当下 我们不断地去追求未来 窗景未来 我们不断地去回忆过去的 好的,不好的 这个心就不肯安住在现在 所以我们说出家人要闭关闭关 闭关了 其实官房是一帐 一帐的那种三米,三米多了 一帐四方 然后呢,一个小小的空间 厕所浴室 床部,什么都没有 那所谓闭关就是在这个官房里面 心把它关在这个房间里面 那如果是我们的心关不住在这个房间里面 我们住在里面会很痛苦 这是我闭关的一个经验 如果心安住在这个官房里面 身心安住了 会觉得很莫名其妙的 怎么这么一早上睁开眼 已经是黄昏黑暗又要睡觉了 然后睡觉一醒过来 怎么又白天呢 很快的,又是一天过去了 这个心安住下来的时候呢 然后呢,这个日子就如飞 因为官房里面没有日历 知道吗?没有日历 只是一个闹钟而已 没有什么年月日 所以山中无睡夜 寒静不知年 的确有这种感受 有这种感受 可是闭关到后期 后期的时候呢 就想到说 我出关以后 如何如何安排一连串的演讲 或者是出国 或者是怎么样子的 这个心一放到外面去以后呢 糟糕了 糟糕了 我们就问啊 这适者今天是几年 几月几日啊 是不是快到了 那越想呢 这个内心里面的交集呢 那这是度日如年 所以赶紧的一把心收回来 不要去想未来 不要去策划未来的了 把心收回来以后呢 这个就是度年如日 有那种感觉哦 那如果心放在外面的时候呢 那真是度日如年 那很难过的 所以这个时间跟我们的心态 心念有绝对关系 心里很焦急 那这个时间真是度日如年 那如果心里很愉快 安住在这个身心当中 心如如不动了 这就是说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 超越时空